哈喽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开启一个甜蜜的夜晚,有的时候你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杯鸡尾酒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款基于egnog的白俄罗斯这样的一款鸡尾酒的做法 那其实白俄罗斯呢,它其实非常经典,那除了白俄罗斯之外,还有一款鸡尾酒叫黑俄罗斯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两款非常有名的,就是世界各地,几乎你到任何一个酒吧里 如果点黑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两款鸡尾酒放在一起来介绍一下 那其实做黑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呢,都非常简单 然后呢,需要的最主要的两个成分 第一个呢,是福特加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咖啡绿椒酒,咖啡酒我在上次也介绍过 这些都非常常见 那我们就先从黑俄罗斯开始 然后你需要一个这样的杯子 然后首先呢,在杯子里我们要放一些冰块 好了,现在冰块已经放进来了 然后我们加两盎司这种杯子,两盎司的福特加进来 两盎司的福特加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盎司的咖啡酒 做到这儿 一款黑俄罗斯就完成了,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也是我想介绍这款鸡绿椒酒给大家的原因 因为成分啊,制作也都太简单了 而且呢,非常好喝 这就是黑俄罗斯 两份,就是两份的福特加和一份的咖啡酒 然后每一份呢,就是30毫升 确实非常好喝 但是呢,这个黑俄罗斯呢 我觉得其实相较于白俄罗斯来说呢 这个可能更适合男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冰块 然后呢,福特加和咖啡酒 它的口感还是非常的强壮的 那个酒,烈酒 福特加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那,接下来呢就是白俄罗斯 其实白俄罗斯,黑俄罗斯 唯一的区别就是 在黑俄罗斯制作完成之后 你在上面加上奶油 一般来说都是用奶油 如果没有奶油的话 可以用全汁奶来代替 然后在黑俄罗斯上面 浇上全汁奶 我这个是全汁奶 这样的话,一杯白俄罗斯就做成了 就白俄罗斯呢 就更适合女性一些 因为它加了牛奶 或者说加了奶油 它的口感呢就更香甜 更有那种奶制品的那种香味 所以这样的一黑一白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而且成分呢也非常简单 所以呢,在这个圣诞节的假期里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甜蜜的夜晚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 我是笑笑 如果你喜欢呢 别忘了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